蜜蜜媽 大家好我是蜜蜜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用古早味蛋糕的做法 和奶油檸檬醬 搭配而成的一個檸檬蛋糕 它的口感吃起來很像起司蛋糕喔 現在就跟著蜜蜜媽一起來做吧 這裡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古早味檸檬蛋糕的基本材料 我拿了一個小鍋子 我現在要來把油加熱 我開火 麵粉趕快加進來 今天我用的是燙麵 牛奶分批倒進來 我們先用牛奶來降點溫度 先加牛奶喔 不可以先加蛋黃喔 蛋黃加進去就變熟了 因為現在這個還是有點溫度 我們用刮板 把旁邊的刮一下 把旁邊的刮一下 加點 把糖也加下來 把糖也加下來 接著我們慢慢的加一顆蛋 兩顆蛋下來 拌勻之後我們再加另外兩顆蛋下來 把最後兩顆蛋加下來 把最後的兩顆蛋加下來 把最後的兩顆蛋加下來 麵糊已經變得比較稀了 沒有像一開始的那麼濃稠 甚至可以說是團 現在已經變成這樣稀稀的 今天的主角 奶油檸檬醬 我這裡是兩份 倒一半下來 我現在要來打發蛋白 加點糖 打好的蛋白 會呈現一個小勾勾 挖點蛋白糊 用打代器來拌勻 那手法就像是在撈東西的那種感覺一樣 用撈的方法 你會開始覺得有點消泡 那是正常的喔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把蛋黃糊再倒回蛋白糊中 用刮刀從下往上輕輕的翻動 用刮刀從下往上輕輕的翻動 就覺得說 哎呦,怎麼會有那種大泡泡 我是不是又做失敗了 後來發現到這才是 美味的源頭 好,我們拌到 都沒有看到大黃糊了 整個都很密合在一起了 這樣就可以了 盡量讓濕周 及四個角角都有麵糊 裏面有很多泡泡 我們稍微這樣把它刮一下 不要讓它那麼明顯 因為這樣子的話,等一下烤出來 它就會呈現一個空洞 我們大概給它用破就可以了 就稍微這樣刮一下 把那個大泡泡刮掉 這樣烤出來的會 表面會比較好看一點 再拿大的烤盤 外面加點熱水 好像還不夠 再加一點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高度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放進烤箱了 上下火150度 然後烤50分鐘 我來把剩下的這個檸檬醬汁啊 把它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我沒有那個擠花袋 我用這個三明治的袋子用 fraction 最寫的地方 你現在放到拉了 還是哪亞 你所有的都會看 都不覺得是 有金牌 除了就吋了 可以量眉大 把它擠在那個蛋糕體上面 然後再繼續烤五分鐘 先去把它放在這裡面 看一下表面都是很多的氣孔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把它消泡造成的 這次的消泡好像很明顯 比較多 檸檬奶油醬擠上來 我們隨便擠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進去烤 邊邊稍注意一下 然後它整個就會融開來 這邊比較沒有 把它弄過來 大概是這樣子把它擠一下 旁邊弄一下 這樣子我們就進去裡面烤五分鐘 然後把它拌一推 culpa 足夠大的 屁面 看有沒有很像豆腐 最中的你不要看它這樣醜醜的 泡泡這樣醜醜的 它真的很好吃 好 蛋糕整個看起來 是很紮實的感覺 還可以看到檸檬皮絲 這個檸檬蛋糕 在冷藏過後口感更好 吃起來呢 它很綿密 就像在吃起司蛋糕一樣 當上那個酸甜的檸檬醬啊 真的會讓人忍不住豎起大拇指